《康德,西方古典哲学最高峰》 康德在46岁到48岁以前从来没有研究过哲学 他在大学里教书,教的全是自然科学课 他教了20年左右的科学课 他从来没有意识到知识本身居然是一个问题 他偶然读到休默的书,大受震动 他发现他讲了20年的知识 而所谓知识居然本身就是一个漏洞 就是一个疑斗 就是一个根本性的疑问 这才促使康德开始思考 知识究竟是什么 我们人类的认知是怎样建构的 他当然得从休默提出的基本疑点开始 那就是什么是空间 什么是世界 因为休默曾经论证 在经验上对空间和时间的感知 无法明细化 它只不过是事物连续发生的一个背景表象 那么康德因此追问 什么叫时间和空间 什么叫因果联系 什么叫全称判断 它从哪里来 由此提出先言论 要讲康德 我们必须先讲三组词汇或者三组概念 第一 经验 请注意哲学上的经验 和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经验这个词不同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谓的经验 是指我们在食物活动中的知识积累 经验原意不是这个意思 是指我们用感知获得对象 或者用感官获得对象要素 叫经验 比如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第二个概念 先言 先生的先 经验的言 什么叫先言 经验已先就被规定的东西 叫先言 也就是在你经验还没有发生以前 已经规定了你的经验模式 和经验系统的那个东西 叫先言 第三个词 叫超验 也就是超虎于经验之外的那些追究 我先把这三个概念说清楚 休默如果证明经验不能达成从特程判断到全程判断的到处 经验中 经验中没有因果联系的直接要素 归纳 那么康德当然就要讨论 那么我们的经验是什么 我们联系经验的后面的那个作用力来自何方 我们的全程判断 我们的全程判断 因果判断 所有这些东西 也就是知识基础构架的东西 在经验以外的什么地方 他提出 他提出鲜艳 在你经验以鲜 就被主观规定 给死了 我们的视觉 只不过是感光 我们把光感成明亮 是一种鲜艳规定 我们把波长 错觉为颜色 是一种在我们张开眼睛以前 就被规定死了的视觉模型 要知道当年的康德没有这个信息量 他居然推导出 我们的感知是有鲜艳规定性的 就是在你经验发生以前 一个规定经验的格率 或者规定经验方式的平台 早已速成 然后他提出 他说时间和空间 只不过是鲜艳直观形式 请注意形式这个词 我一旦用这个词 大家立即要回到古希腊 运用这个词的那个概念上去 也就是说 时间和空间是不是客观存在 我们无从讨论 康德说 我只知道 我的经验如果要发生 它必须有一个平台 这是我的语言 我不用康德本身的话 因为说起来太拗口 大家现在就有注意理解 我改成现代语言 那么我的感觉和经验 本身要发生 必须有一个载体 有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时间和空间 时间和空间 是我们的鲜艳直观形式 他说所谓因果联系 所谓全称判断 它来自于鲜艳的范畴规定 大家注意范畴这个词 填字边 这边一个寿命的寿 范畴这个词 在我们日常用语中 跟范围没有区别 可是它在哲学上 是一个专用词 最早探讨范畴 雅历士多多久探讨 到康德进一步探讨 康德说 我们的全称判断和因果联系 是在鲜艳范畴上建构的 我举个例子 他分了四组十二项范畴 我不一项项展开 我只举一个例子 比如我说 小布什必然是美国总统 你听了一定觉得有问题 可是我如果说 二加二必然等于四 你听了没有问题 世界上没有二这个东西 二是一个存仇相 存仇相符号 可为什么我说 二加二等于四 二乘二等于四 你没有疑问呢 这个存逻辑的范畴 就是必然 偶然 或然 这个在你先天逻辑模型中 建构的 经验已先给定的规定 带出来的结果 所以你一听小布什 必然是美国总统 你就会觉得有问题 问题在哪 在你的鲜艳范畴中 不能接受 二加二等于四 事实世界上没有 可在你的鲜艳范畴中 它成立 康德接着推讨 说你的逻辑形式 和你的逻辑规定 来自哪里 仍然来自 鲜艳规定 他把这个超经验层面的 逻辑规定 另取一组概念 叫鲜艳逻辑形式 我刚才讲 时间空间经验 叫鲜艳直观形式 你在逻辑上 能够整理的所有的东西 包括因果联系等等 它是鲜艳逻辑形式 换句话说 是在经验已先 就给定的感知规定性 他说经验只提供 现象信息 并不提供现象信息 背后的联系 因此我们感知的世界 永远是现象界 我们所说的存在 永远是感知中的 现象体系 他说那么客观的物 本身在哪里 在彼岸 他取一个词 叫物自体 也叫自在之物 他说那个 我们感知够不着的 客观世界本身 不在我们的感知 范围以内 这就是著名的彼岸说 现象 现象界和物自体 被划分开来 不可知论的证明 达成 我前面讲过 西方文化界的主流思想 是不可知论 大家想想 康德的证明 是不是对人类 知识是什么的 最有效证明 你的知识是什么 不是外部世界的反应 外部世界 只给你提供了一些 凌乱的信息 怎样整顿这个信息 却是你的主观规定性 本身 在你接受信息的经验之先 就被规定了 这就是我前面讲 感知不是为求真而设定 而是为求存而设定 你的鲜艳是被什么东西赋予的 是被生存进化过程中维护生存的适应性要求 宿定的 是不是这样呢 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常识 可是在古典哲学时期 它是需要用致密的逻辑推导 一层一层去证明的 从经验 鲜艳和超验的哲学概念定义中 先生开启了对康德思想的阐述 在信息量并不发达的当时 康德居然创建性地提出了鲜艳论 并有效回答了 时空是我们进行一切经验的鲜艳平台 除此之外 康德还洞悉了人类什么样的思维规则 请听先生继续开课 而且康德接着提出了一个更麻烦的问题 他说我们人类 总有一种把自己的智慧或者理性 调动到极致的倾向 他说但是一旦你把自己的智慧或者理性调动到极致 你在思维倾向上就总是追求达成一个绝对的 不可分割的无限的永恒的理念 大家想想 康德这个说法是非常成立的 我们一般人一定会认为这个世界的存在是绝对的 古希腊人认为在这个世界假象后面 一定有一个稳定的不可分割的永恒存在的真存 比如我们今天科学时代 在牛顿时代 人们不自觉地就会认为 万有引力定力是绝对的 是无限的 是涵盖一切的 到今天相对论时代 我们会认为爱因斯坦的学说及其宇宙 宇宙论是绝对的 是包容一切的 我们人们总是在把自己的理性和智慧调动到极致的时候 追求达成一个圆满的绝对的无限的理念 可康德讲 我们的经验永远是有限的 你的经验根本不在无限中展开 无限跟经验没有任何关系 请想想 你看到的都是具体的对象 你能看到无限的宇宙吗 你看到的是具体的人 具体的桌子 具体的星星 具体的太阳 你所看见的都是有限存在者 经验只在有限范围内展开 知性只在有限过程中运行 可调动理性达极致追求的却是无限和绝对 一切经验和感知只在相对系统中运行 却总是在最高理念和最高理性的调动上追求无限 这构成切 这构成理性运用的重大弊端 他说人类因此一旦进入这种高度调动理性的状态 立即就会发生二律备犯 所谓二律配法 就是不能兼容的矛盾结论一概成立 结果最终导致根本知识的混乱 可见康德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意识到 人类的感知经验及其狭义逻辑 都是有弊端或者有局限的 而且人类把自己的理性调动到越高的程度 这个弊端和局限就展现得越为明确 康德通过对修默问题的反思 由此建立先验论认识系统 使人类第一次明确知道 我们所说的知识究竟是什么 你所谓的知识绝不是外物的单纯反应 是外部信息和你主观给定的感知规定性 或叫先验规定格律组合出来的一个系统 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问题直到康德先验论证明完毕 人类才第一次知道 人类的知识是什么 知识架构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感知系统 思想系统 逻辑系统的调动和训练 你接受的不叫知识 只叫信息 如果你拿一个有漏洞的鲜艳感知系统或逻辑系统整理信息 它会出现什么局面可想而知 而人类的高端感知部分 不在人类显性感知的表层 它只是一种潜能 需要后天调动其储备能力加以训练 由此构成信息处理系统达成的鲜艳整理模型 为之知识 因此大家在这里一定要把信息和知识分开 我顺便纠正一个大家经常说错的话 人们说 知识是无穷尽的 而我们只是知识海洋中的遗塑 庄子有一个表述 他说 物生也有牙 而知也无牙 以有牙随无牙代矣 他的意思是说 我的人生是有限的 而知识是无限的 以有限的人生去追求无限的知识 危险 听起来这个话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错了 请记住 知识是有限的 它是随着你的鲜艳感知能度而建构的 而感知能力是一个逐步发生的东西 感知结构和感知能力发展到哪一个程度 知识才到哪一个程度 请千万不要把信息的乌鸦和知识的乌鸦搞混 而且信息是不是无牙是不是无限 也是需要追缩的 什么叫信息 信息是存在是一万物分化产生的边缘依存效应 也就是如果万物不分化就没有信息 宇宙的弱化展开过程就是分化过程 分化过程就是信息生发过程 如果宇宙的演化是在一个有限区间内实现 那么信息总量也一定是有限的 在这个有限的信息海洋中 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物种处理这个信息 即使他不能处理这个有限信息量的全部 他处理的知识量一定是被他的感知能力或信息能力所给定的 因此不但知识是有限的 信息也是有限 因此说知识的海洋是无限的 我们的知识只是知识海洋中的一速 这说法不对 庄子说已有牙随无牙 也不对 理解知识是什么 理解知识和信息的关系 理解现象界和物字体的分离 理解识体和对象的概念区别 在逻辑上是我们建立知识的极图问题 康德通过对修默问题的反思 由此建立鲜艳论认识系统 使人类第一次明确知道我们所说的知识究竟是什么 而上一节中先生最精彩的论述在于对信息与知识的关系 以及对于二者的有限性问题提出了全新的概念 接下去先生将继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震撼 请继续听讲 好 下面我再简单说两个话题 当康德提出 刻体在彼岸 物字体在彼岸 我们的感知只是现象界 世界的本质是不可知的 这使得知和在之间画出一条鸿沟 大家要知道 这条鸿沟算是一个重大进步 因为在贝克莱和修默那里 知识什么再是否存在都已经是疑问了 再已经可以被抽离了 知识什么全然是一个空洞 所以到康德这里已经是一个重大建树 然后康德接着讲 说我们把智慧和理性调动到极致 所达成的是二律为反 黑格尔是为了处理这个问题 建立他的精神现象学习他 也就是说黑格尔很清楚 他从近代古典哲学乃至古希腊理念论中 已经明确意识到 我们人类所说的对象体系和存在 其实只是封闭感知通道中的存在 因此我们没有资格讨论 这个感知以外有没有存在这个问题 在逻辑上 这是一个伪问题 根本就不成立 因此他提出回到古希腊柏拉图的状态 他说这个世界的本源是一个绝对精神 所谓绝对精神 我们放成一个浅显的理解 就是你所说的世界永远是你精神界中的存在 这个东西你无法超脱 你也无法打破边缘 我们如果要找见一个东西 它到底处在什么状态 我们必须找见它的边界 然后把边界两端的条件加以比较 我们才能够搞清它的状态 可感知的这个通道是封闭的 这个感知通道的边界你是打不开的 因此这个边界两端的条件比较不能进行 因此你所说的世界永远是你的精神世界 此话一点都不错 黑格尔据此提出 绝对精神才是世界的本源 或者合理地讲 至少我们人类所说的世界 永远只是一个打不开的绝对精神 在这一点上 黑格尔学说核心成立 那么世界是什么 对象是什么 底卡尔所谓的物质实体是什么 我们在质感上所说的外部存在是什么 康德那里画出的那条红沟怎样消除 黑格尔由此端出最原始的辩证法 说外部对象只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异化 你对这个绝对精神的外部转化 异化形态视为对象 当你对他有所认识的时候 他有回归你的绝对精神 这叫辩证法正反核论证 黑格尔哲学的合理要素在哪里 在对感知封闭的确认 这是他的合理要素 也就是他维心主义的那个提法成立 恰恰是他说绝对理念的异化呈现 达成外部世界存在的辩证表述 纯属互产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真正读懂黑格尔 你会发现他真正合理的要素 恰恰是我们所要批判的要素的原因 要理解黑格尔必须读懂康德 要理解康德必须读懂修默 要理解修默必须读懂贝克莱 要理解贝克莱 必须读懂此前的经验论学说和抵抗 这是思想脉络的一路发展 到康德到黑格尔 古典哲学中间 知何在的问题被处理完毕 如果你确认康德是高点 知何在的问题就处理成一个不可知论的确定模型 如果你接受黑格尔的说法 知何在的二元关系在绝对精神中消解 知何在的根本问题至此达成讨论中间 我讲到这里 大家一定是不满意的 因为显然更多的问题随之呈现 我们的知是从哪里来的 什么叫精神 精神的渊源何在 什么叫鲜艳规定 为什么必须有鲜艳规定 鲜艳规定是被什么东西塑成的 如果我们的知只是精神封闭通道内部的主观设定 那为什么我们的知 或者说我们的知识 在运用中会有效 诸如此类的问题 显然成为更严重的麻烦呈现 除非你闭眼不看这个问题 你才能够说古典哲学问题获得答案 这也就是为什么 到十九世纪末起 西方出现以科尔凯郭尔为代表的 一系列现代哲学的萌样 他们不再追究世界的本源和精神的本源规定性 他们不再追究这些根本性问题 他们认为这些问题要么已经探讨完毕 要么根本无从探讨 于是他们回到对自我的追问 这就是典型的存在主义哲学 大家知道海德格尔的词在 其实表达的是知的自我性 和我的自知性的问题追究 他既不追究我来自何方 他也不追究知来自何方 他把一切事物的起点 设定在我的定在这个点上开端讨论 我的定之这个点上确定讨论 此在这个词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叫定在 它本来是一个有疑问的问题 在西方现代哲学呈现为终极追问的起点 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倒退 尽管它在逻辑的论证上表现出某种合理性 因此进入古典哲学 精神追问和认识论追问成为一个必然的 唯物追问和对象追问的后继问题 这个追问建立了我们知识论的基础 建立了科学系统得以建构的基础 而且还建立了未来后科学系统 或者说批判科学系统的基本思维武器 尽管它是一个未完成的探求 但却是人类当今科学时代的基本思脉追索 和未来超越科学时代的一个重要思脉端口 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康德的先验论 物字体和彼岸将之与在之间 画出了一道明确而稳定的鸿沟 而接下来的黑格尔则用绝对精神与辩证法 想将其消除 尽管他们在哲学上都有着重大建树 但同时也遗留了一系列更为深刻而摇摆的问题 那么关于知与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还有哪些哲学家做了什么深入讨论 能否对前序问题真的提出解答 先生又是从什么样的视角来进行一一抛解的 请继续期待先生对于哲学思脉的讲述 即发问